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大医爆炸讲堂 我们是有五个医生组织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夏祥 树卵管是身体很重要的一个附件 当它被病菌感染时 诱发炎症会带来一系列伤害 一旦存在炎症不仅会带来严重影响 还会影响女性的生育能力 那么树卵管炎找上门 身体会有哪些不适呢 一,白带增多 树卵管存在炎症时 没有及时得到治疗 会让其他器官组织受到严重影响而分泌过多液体 让女性阴道有白带增多的现象 二,月经补调 月经补调也是树卵管炎比较常见的症状之一 它会以月经量过多 月经来临过于频繁为主要 盆腔受到树卵管炎影响导致慢性炎症 让子宫纤维化而引起的月经异常 另外除了月经异常 在经期还会伴随着痛经 女性在月经前一周就会有明显的负痛感 距离经期时间越近 疼痛症状就越明显 温馨提示 输卵管炎是比较常见的妇科疾病 而它也是导致女性不孕的原因之一 因此对输卵管更重视 特别是长时间不孕的女性 需要对输卵管做详细检查 在目前通过输卵管造影 能了解输卵管以及弓腔的情况 做一次详细检查能了解是否存在炎症 一旦发现存在输卵管炎 及时采取措施做好护理 让炎症得到控制 也让生育能力恢复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